字幕製作人 李宗盛 字幕製作人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錢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一天一星星的 紅仔六號 情境訓練 擬真難度 這個 前兩集 我都忘記錄音啊 我以為我自己錄完就發出去了 這次的精心目標是不可以讓敵人使用板拆彈器 跟上一集一樣剛開始趴在這 人就會來 這個槍卡在木板上 再左轉 要小心上面有個敵人 然後 再走上來可以從這邊 再殺一個 那個人有時候會走到樓梯的這邊來 他會躲在上面 然後可以在樓梯下就看到他的頭 把他抱頭 丟個探車標記 順利打死兩個 再標一下 剛剛那兩個有可能會跑出來 跑出來會比較麻煩 這位子都跟上一集一樣 需要位子的 請看 剩50滴前一集 叫什麼 被人在追蹤 。 。 被人中追蹤 也就是 被人中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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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先補個彈藥 然後把這個窗裝這個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通常是來不及按他們要上來的時候 除非能抓到他們上來的時候 我要製造一點爆炸說不定也好 然後把這個拆彈器 擺在盡可能接近角落的地方 然後躲在這 跟上一個類似 但是拆彈器的位置放的不太一樣 因為這樣子後來覺得比較安全一點 他們跑過來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不會從窗戶下來的成功可以用到反拆彈器 再來就是出現一個打一個啦 打三個之後差不多要換彈 然後會有人破窗而入 破窗之後就丟手榴彈 這邊會連續來好幾個 沒有可能被使用 所以多放一些手榴彈 不是壞事 破窗到渡過就可以順利成功了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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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